在美国看病最怕收到天价账单 各种费用也是云里雾里 很能搞清楚收费到底合不合理 只能任医院宰割 之前就有一位女性在分娩之后 收到账单发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款项 分娩后报婴儿费39.35美元 当时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 而如今新的Affordable Care Act 已经在2019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了 理论上为消费者提供透明度和选择性 并且迫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价格竞争 美国联盟政府规定从今年的1月1日开始 全美所有医院都必须要在其网站上 公布完整的价目表 而且还必须是能让大众可以下载保存的文件版本 所有价格每年需要至少更新一次 这份价格表要包括医院提供的每项服务 每项程序和药物的价格 除了常规医院还有康复机构 普通急症护理医院 精神病急症医院和其他特殊医院 就以加州为例 登陆加州卫生局官网里面公布了 加州所有医院的账单明细 这份列有服务于价格的清单 名为Charge Master 以前很能让潜在患者在接受手术 或者接受医疗服务之前就获取 患者通常只有在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之后 或者当收到了令人震惊的高额账单之后 才知道自己被收取了多少的费用 现在在联邦新规之下 全美各地的医院已经把自家的价目表 共享在了网站上 很多医院价目表上的明细种类也非常庞大 有一些医院甚至列出了4万多个明细 从药品、医疗器械到服务等等一应俱全 这样一来患者在看病时就变得心里有底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方面 第一是价格比较 以胸部X光片检查为例 在奥克兰高地医院只需要花费131美元 而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 则要付近20倍的价格2618美元 第二点是 病患如果看到选中的医院费用 普遍比别家高的时候 就有机会提前与该医院协商价格 第三点是 民众可以提前把住所附近的几家大医院的急诊 价位事先查出备用 在万一有紧急情况的时候 心中有数 最后一点是 病患可以把收到的账单和医院公布的价目表进行对比 以确保账单无误 现在各个医院价目表都已经公开了 你比别家高太多 不是医院采购的被坑 就是想坑患者 被医院坑的例子屡见不鲜 比如把设备费用算在治疗费里面 双重机构方式 甚至有一些流氓费用 例如在住院期间 所用的牙刷纸巾都被淡裂了出来 这些本应该包含在住院费里 医院的很多收费都是隐形的 如果能把看病手术的费用 明确的列出在网站上 那对患者来说 确实是一大福音 但同时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纽约时报称这个法案正在经历失败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质疑 在实际操作上会有所不同 网上报价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又有多少呢 对此我们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Jonathan Gruber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医疗保健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公共卫生政策重要顾问 他也是2006年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 和2010年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关键建筑师 他说我不认为这个法案是有效的 当我去医院看完病 医院就可以告诉我价格 这个法案有两个弊端 第一是大部分的保险并不按那个价格给 而且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 不同情况的人有不同种类的保险 付的价格也会不同 第二点是你去看病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有并发症 很多症状结合在一起 很难实施单一的治疗方案 有很多治疗方法和很多组合服务 不是提前在网上就能知道的 事实上这很难迫使医院去执行 没有数据的特定格式 病人也很难去查询医院披露价格 到底是不是骗人的 他说虽然他叫ACA可负担医疗法案 但这和Obamacare完全不一样 不能拿来做对比 这不是一个保险计划 他表示不可否认 他确实增加了透明度 但他只不过是把价格列了出来 这让人们更了解价格 只是一个小小的规定 仅此而已 他认为Obamacare有更好的覆盖范围 和更好的医疗保险系统 确实每家医院都有自己对病症的称呼 医用术语都不同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并且每一个病症所对应的编码也不一样 每家医院对医疗服务的表述也不尽相同 让患者很难进行对照比较 导致很难预估价格 并且医院有可能会可以抬高价格 这样在和保险公司谈判的时候就更有优势 有些人认为这样在网上列出价目表 不仅对病人没有帮助 甚至会误导消费者 因为很多价格都是虚构出来的 印第安纳州西南部乡村地区 格林县总医院的首席执行官布伦达来自说 让患者了解他们的护理费用是多少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根据需要公布了价格 但我真的不认为这些信息是消费者真正希望看到的 让患者从价格上决定选择哪种治疗方式 而不是从疾病的本身 这样有可能会耽误治疗 川普新的ACA法案 其实在8年前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有过类似的规定 在新法案生效之前 医院可以根据患者的要求提供费用的披露 也就是说在就医之前患者可以通过电话 或者是当面询问的方式 同样可以获得费用相关的资讯 即使在遵守新要求的同时 许多医院也发布了免责声明 警告消费者不要依赖这些数据 例如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表示 他不保证其网站上列出的费用准确 完整或者实用 医院方面表示 价格表并非患者最终需要支付给医院的费用 最终费用与患者所拥有的保险种类有关 因此不要因为看到高昂的医疗金额而不去就诊 医院欢迎患者询问自己看病费用 并且提供更多的调整建议 这样来看法案的本意是好的 为消费者提供了透明度和选择性 并且迫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价格竞争 但是如何落实到实际上还有待改进